嗨 大家好 我是Kinester的雷洛美老師 大家好 我是Monica 今天這個問題還滿特別的 因為前幾天跟朋友在聊天 很多人在說 有一本書叫儀式感 他說這個儀式感到底是什麼 那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我們幹嘛每天好像在家裡 是不是一定要做些什麼 家裡應該輕輕鬆鬆的 所以老師我今天就想 來跟妳討論一下 儀式感究竟在家庭中 對父母的教養 親子關係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還是說其實多此一舉 儀式感其實滿重要的 心理學家現在認為 英文是叫Ritual 就是你們家有固定的活動 或者過年過節有固定的儀式 對 那這個儀式感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在某種時刻一定會發生 那發生的時候就有某種的行為 或者某種的程式 這個其實可以給孩子 一個很大的安全感 而且這儀式感是快樂的話 孩子就會有很好的回憶 而且這個也可以傳承下去 老師可是像節日這個儀式感 我想很多人 因為文化的關係 比較容易 可能美國這邊也 當然也有非常多的儀式 像感恩節什麼 可是我意思說 平常在家裡 日常生活中的儀式感 是不是有一些例子 是 其實很多小事情我們沒有注意 根本不知道它是儀式 就是說你們家的習慣 其實就是儀式 其實就是 因為小孩子會記住的 就像有一次 小孩都大了 那有一次我們就開車出去旅行 然後小孩子一上車 都大了 大學都念完了 一上車說 水果呢 我說什麼水果 他們就說 你以前我們每次一上路 就一盒一盒 切得好好的水果 所以他們就期待這個 可是我完全忘了 就是可能我們自己不知道 但是不知不覺中 對孩子來說 這已經是一個必要的流程 對 所以我在想說 他們記得這樣的事情 這種就算儀式 對 所以我覺得後來 每次還是會 準備這樣子的東西 那就像我有一次看到 一個男士去接他太太 他每次接飛機 他一定帶一束鮮花 然後切好一盒水果 而且冰冰的冷冷的 他說你坐飛機一定累了 渴了 就一上車就有好東西 那我就跟我先生講這個 從此以後他也有 也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那就我也會有期待 那每次很高興 就是說你這個儀式感 要給人家帶來一個 開心 安全的 就是說在固定的時間 會有固定的事情發生 你這樣講讓我想到 像我們家 如果我要做菜 然後回去跟我兒子說 來 把那個桌子賣好 他就知道 媽媽今天有大餐了 然後我們家 認真擺桌的話 就知道 而且是很開心 很期待的一個心情 然後我們家還有一個 應該也算是 還不錯的分享 就是本來我想 很多這樣就是 小孩子晚上不睡覺 後來我們就是 規定好幾點鐘 然後全家一起睡前禱告 睡前禱告完直接關燈 這太棒了 就是我們家每天都這樣做 然後有的時候 可能也是 小孩還在這邊吵一半 說不行 時間到了來禱告 就那邊可能不高興 行不乾淨 但是一一禱告 一定要牽手 我們家是這樣 然後第二頭皮 所以也沒得好 多說了 然後關燈 這個太棒的儀式了 那或者是說 睡覺以前 那有的時候 我的學生他也會 就兩個孩子 這樣左擁右抱 就讀書 就讀一本故事書 小孩也很期待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八點半 就自動自發的 趕快去刷牙齒 因為他知道下面 有一個愉快的一件事情 會發生 對 然後就睡覺 是 你的意思說 所以其實儀式感也不難 剛剛聽起來 對 好像就是 日常生活中 隨處可見的感覺 但是父母要留意 要或者是 曉得了這個重要性以後 就會刻意的去製造一些 這樣讓孩子有一個好的感覺 那這一份安全感 這一份愉快的感覺 他們全部會內在化的 Internalize 然後他們就會變成 很有信心 很愉快 個性也很好 以後也是獨立自主成熟 這其實都有關係的 而且是不是說 像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儀式感 不是非要去花大錢 對 然後非要買一個什麼 其實完全不一定 完全不需要 就是 重年在那個 流程跟固定的形式 接下來得到的一個後果 是 而且 不花時間的 最容易的方法 而且最 有效的就是 你陪伴他 儀式感是一個陪伴 是不是 那其實孩子喜歡這個 多過 你買一個最貴的玩具 我也去過學生家 或者朋友家的 那種小孩子房間 滿坑滿谷的玩具 真的是 我相信花了很多很多錢 可是他們也不玩 或者玩一下就沒興趣 可是我們用陪伴他 就是說物質的堆積 不見得不會持久 你這樣講真的讓我想到 就剛剛早上才發生的 我們就送小孩 有的時候開到門口 就下車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都非要停了車 牽著手 帶小孩去上去 我心裡想 你為什麼這麼麻煩 他說因為我小孩覺得 每天爸爸牽手走進校門 他很喜歡 然後他一直都說 反正我能陪他這樣牽手 其實他願意這樣就很棒 所以我覺得好像 這也是無形中 可能到初中就不願意了 有可能 這就是你說的 這個儀式感 這跟前一點關係 沒有關係 而且只是一點點時間 一點點努力 但你要留意到 他就記得爸爸 帶我牽手去上學 對 他就有這個印象 那以後他也會牽著 他的孩子的手 的手去上學 所以這些 其實我們剛剛越講 越覺得說 不是那麼難 對 也不需要花大錢 但是我們就可以 給孩子製造一個 非常好的回憶 其實真的每一家 都不一樣的感覺 對 我們也可以跟別人學 那我們今天就 大概分享到這邊 好 OK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